有人说,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有多大,不到纳拉提不知道新疆有多美。 来纳拉提之前,心里总是想象着它的各种的画面。 当在春天的一个早晨抵达纳拉提的时候,还是会被这里的惊艳美景深深地震撼到了。 使我深深地领略到了它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浓郁的民族风情。 大家好,这里是寻游记。 纳拉提是蒙古语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之一。 地处天山深处的纳拉提草原。 拱乃丝和蜿蜒流淌。 牧草丰沛叶花盛开。 牧群绽纺点缀其间。 踏着轻轻的草原,看不到尽头。 那似一条绿色的坛子一直扑到了天边。 迎接着贵宾的到来。 天边的云像是被谁用裁缝剪成了各种花边。 存托着这片绿色。 天空也变成了暖暖的夜,带有淡淡的绿各种花边的被子。 成群的牛羊时而享受大自然的馈赠。 时而放空,好像也在带有意识地回味这片旅。 那漫无边际的牧草。 一坨风于肥沃的土地迎着东方的一丝亮光。 透着晶莹的水珠,草间泛出淡淡的金光。 远望整个山体绿油油,绿融融。 满口吸着大自然的气息。 连清凉的雪碧也比不上这透心的快意。 牧人在旁边搭着帐篷。 偶尔抬头看天,小孩子在围着打闹玩耍。 太阳红着脸,没有说话,只是在幸福地微笑。 刺客的空袭,很是安逸。 有暖暖的风,也有淡淡的绿的清香。 乌孙古迹是西汉乌孙国的古地。 也曾是丝绸之路上的北道重镇。 经历了数千年的风沙过往。 在这片土地上形成了大量的古迹。 石人、古碑、古寺、古墓等等屹立在这里。 述说着当年的辉煌。 距离是考证。 纳拉提草原上生活最久的就是乌孙一族。 他们在伊犁河谷生活时间长达五百年之久。 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变迁。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只有他们留下来的乌孙古迹。 如果说纳拉提郡岭是绿的世界。 而纳拉提杏花谷便是花的海洋。 谷地满坡杏花睁眼豆芳。 绽放出纳拉提少女般的羞涩之美。 映射出纳拉提春丽的浪漫。 铺天盖地的气势震撼怦然心胸。 带给游人的不仅仅是一场视觉的冲击。 还有独特的社魂风情。 观赏纳拉提的杏花之后。 再看国内其他地方的杏花。 一定会生出曾经沧海南味水之感。 这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 这里是寻幼记。 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。 请记得点赞加关注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